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根据族讯显示,该剧开拍的时间是今年7至9月 事情被爆出来后,吴磊粉丝都觉得朋友圈和备忘录的截图不能当锤 但之后,所有营销号和业内号都一颠倒地发博锤了吴磊斯班 事情越闹越大,而且张公安的族讯都已经被央视某栏目爆出来了 虽为最终签约,但合作意向肯定是已经确定了的 还有某业内博主爆料,说是吴磊团队想按摆家信的方式排位 但按姓名首字母排序的方式听过,就是没听过按摆家信方式排序的 网友也都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匪夷所思 而且无论是嘎妹、资历,吴磊都压翻不了景博然 景博然的实际调到吴磊完全没有全面 就连陆寒巅峰时期都曾被他压翻过 何况是吴磊,吴磊虽然名气大,但不扛拒 他主演的电视剧都扑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吴磊没有底气和景博然撕翻 就算撕赢了,大家心里还是觉得景博然的翻位应该比他高 而且他都能够接受和吴磊平凡了 所以大家也不理解吴磊为什么非要争这个敌 吴磊出道以来口碑一直都很好 但这次翻车挺严重的 昨晚吴磊的粉丝后援会也回应了此次的翻位风波 称他始终将热爱与专业,作品和创作置于首位 张公安之前也被小说作者发博,带张国原著魔改 再加上务后制作团队挺一般的,还是一部单改剧 所以算不上什么顶级资源 但如果吴磊斯帆的消息被证实的话 对他的事业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他出道多年积攒下来的好口碑形象也会崩塌 这件事会如何收场 就看接下来事情会不会有缓转了